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聊玉戏电影《永远的朋友》, 林犬贝尔改编自法国知名经典儿童文学, 最萌大白狗再度跃上大荧幕, 剧情讲述小主人塞巴斯蒂安与爱犬贝尔之间的深刻友谊。 12岁法国男孩塞巴斯蒂安从小没有母亲, 陪伴他长大的是爷爷与心爱的大白狗贝尔, 这一年,贝尔生了三个孩子, 家里变得热闹不已。 某日,却突然有位无速之客登门拜访, 他宣称是贝尔的主人, 扬言要把贝尔与狗宝宝带走, 塞巴斯蒂安用尽一切方法保护贝尔一家人, 绝不轻言放弃。 永远的朋友,林犬贝尔将于9月7日在台上映。 自由时报娱乐频将送出永远的朋友, 林犬贝尔电影交换权, 详情请建自由娱乐频道脸书粉丝团。 永远的朋友, 林犬贝尔将于9月7日在台上映。 翻射自原创娱乐脸书, 永远的朋友, 林犬贝尔描述小主人塞巴斯蒂安与爱犬之间的动人情谊。 翻射自Yard Who奇摩电影, 永远的朋友, 林犬贝尔改编自法国经典儿童文学, 全球最萌大白狗在登大荧幕。 翻射自原创娱乐脸书。